繼續回到新聞的見到 吃飯時間秋露菜 一樣要帶來吃不一樣的秋露料理 因為聽秀的男朋友 也可以煎法創意的火鍋出來 六十八年住的老闆創冰尾 因為男朋友要吃海鮮罵 沒有意中他就用人生來吹罵 吹就好煮味 讓他有這個冷感 可以進一波煎法海鮮塔 散茶鍋出來 就是用鍋底散茶的冰魚湯 上面開一盞一盞的人生 每一盞都有不一樣的海鮮 海鮮蒸了後流入來這裡的湯汁 為人生的香香一滴一滴流入到火鍋裡面 湯頭又更沉滴 放在上面的海鮮蒸了後 可以直接吃 如果下鮮的海鮮湯 可以參加火鍋料煮來這裡 創意的吃法 很多吃食物都說不夠用心 來 燙喔 把五盞的蒸成香出來 這個海鮮塔沙底下一個沖倒 讓人家的麥酒店這麼大溫度 來 東西都蒸好了 好 那我們海鮮的部分先吃 它涼掉不好吃 那湯喝過之後再去煮火鍋料 把一盞一盞給它開 人家都很期待 看這五盞把刀子排到萬萬萬 每盞都是帶這個最新的海鮮 吃過之後 魚有點驚訝 什麼吃 就是分量很大 然後 每個海鮮看起來都很新鮮 那吃起來 吃起來也很新鮮 也很甜 哇 看到滿滿的海鮮塔 就覺得好吸引人 而且吃起來真的很鮮甜 很好吃 好像到漁港的那種感覺 看這棵紅森的枸這樣飽飽飽 還有這棵的手盆那些大的五盞蛤 也是這棵肉質很簡單的酒瓣 吃的極端是用蒜頭 薑絲和蔥子來抵糊味 不用再喝多餐味噌 這樣就可以吃出海鮮的青甜 這到底是有多新鮮 看這些魚蝦 蛤蟆 在那十幾分鐘又是這樣挖跳跳 挖蝦軟時還有這個現樓的魚 冰頭和白開 只有蛤蟆味道有四種 蒸成的每一盞到底要放什麼 這也很有學問 因為我們是利用波體的針去蒸它 那每一層的溫度都不一樣 那每個食材它的熟透性也不一樣 所以最難熟的我們基本上是放最下面 把蒸蒜一盞一盞到蓋上去 再放在樓上蓋上去 這裡的海鮮多了 蒸了有青甜的湯汁 一碎也不怕算 他們會燙過人生的麥香 一碎一碎一碎 地入最會燃的火鍋湯裡面 其實六十八年住的創名為 他還有一個新聞 就是台南市的理長 可能本身我也比較 個性比較 激薄一點嘛 喜歡幫一些朋友 處理事情 是我們專員來開餐廳 賣這個海鮮塔三個鍋 他說 頭起生是因為 他會補80我兒子 愛吃海鮮麥 他不敢拿出來的人 先來它蒸 想不到這樣煮出來的麥 實在有夠清潮又好吃 然後想說 每次煮火鍋 煮蛤蜊 煮瑕子放在湯裡面 然後要吃這些蛤蜊 瑕子的時候 會糊在一起 跟那些食材糊在一起 然後又燙 那小朋友吃又不方便 所以臨時 臨機移動 就把阿嬤的那種蒸 花粿蒸什麼的 就放在鍋子上面 然後去蒸 還蒸得不錯 做理長已經來到第九年了 創名為理長的性格 完全跟發揮在餐廳的上面 也跟人家跟當作理面 一樣用心在給他服務 用這道特創的好廚味 來安打人家的心肝影 記者綜合報導